清昌大道和扶正路的交叉路口,一辆失控的小车冲过路口,撞翻两辆摩托车,导致三人当场殒命的惨烈车祸。 8月29号,死者吴某夫妇的家属向海都网提供了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。 从死者刘某和吴某夫妇在斑马线前等待红绿灯,到失控的小车疯狂地扫向他们只有短短的约30秒左右的时间。 这30秒过后,死者和亲人阴阳两个。 凌晨5点04分18秒,刘某来到十字路口,前方正是红灯,刘某习惯性地把摩托车停靠在斑马线前。 凌晨5点04分30秒,吴某夫妇来到斑马线前,他们也选择了在红灯前面等待。 凌晨5点04分38秒,一辆小轿车开着车灯,沿着青张大道飞速地向福京市区方向行驶。 5点04分48秒,小轿车在急速左转弯时撞翻了护栏,刹那间被撞断的护栏飞溅,小车随之侧翻,以迅猛之势向他们三人扫来。 凌晨5点04分49秒,失控的小车冲过十字路口,车身闪着火花,以四脚朝天的方式向他们三人猛扫,他们本能地躲避,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 轰的一声,失控的车身瞬间将三人连人带车撞飞了出去,失控的小车同时也在翻滚。 据当时目击者和现场警方介绍,事发后,吴某夫妇和刘某当场身亡,而赵氏司机则逃离了现场。 记者从死者家属了解到,赵氏司机至今还没有被警方控制。 海德网记者周德庆报道。 海德网记者周德庆报道。